我们看到的是政治力来干预学术伦理 社会的这个互信破产 一改温和学者形象 张胜正谈到林志坚论文门 劈头先开骂 而其实前一刻也才刚在脸书开炮 通逼陈明通和林志坚 拒绝出席学伦会根本就是心虚 用诠释掩盖论文抄袭风波 把余振皇这个基层公务员 当成牺牲品 现在是民进党在执政 国民党怎么干扰 我实在不懂 他们两位如果真的光明磊落 就放心的去出席台大的这个审查会 我对他更为钦佩 如果要让这种政治的公务人员 将来可以顺顺利利的发展 他的公务生涯 我觉得我们的民众要考虑 2024年是不是应该换人执政 从佛系变银派 张胜正活力全开 呼吁陈明通林之间两人 快出席学伦会 别变成教育的罪人 还告喊保护学术伦理 诚信政治文官 不受欺压三大价值 林之间论文抄袭 争议越烧越旺 引爆幻间声浪 母鸡地位摇摇欲坠 也传出连小鸡们都退避三社 林之间上午出席 巴德区活动 只看到一位同党议员参选人跟随 因为今天刚刚好 我参加那个花彩节的一个筹备会 所以说没有办法陪同前往 民进党的议员事实上 他们也表示说有点尴尬 就很明显 也不便多说跟林之间合照 他们就说 现在可能不是很抱怨 可能搞不好以后还要胎下来 总是怕这个选民会止止点点 绿营高层利品保监 但论我们稍不停 母鸡身陷风暴 地方小鸡就怕难脱身 也有苦难言 华语新闻 陈明晏 吴明晏 白云飞 桃源报导 请订阅 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